我們剛剛連線了 反對南鐵東儀的會長陳志祥 他也是還原了一下 當時在南鐵情況下 賴清德的標準是如何 對比現在的賴皮聊 我們先來問一下正元哥 怎麼看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 故意在呼嚨全體 台灣的老百姓 第二 賴皮你講說 你要照顧礦工的生活 誰有說不照顧礦工的生活 問題是現在還有礦工嗎 你告訴我 台灣的礦業從清朝開始挖起 就是基隆八斗子開始挖起 但是到2000年 台灣所有的煤礦全部關閉 沒有了 換句話說2000年關的還是什麼 還不是基隆地區 基隆地區更早就關 像我們南港內湖早就關光了 為什麼關光 第一個因為已經沒有煤炭可挖了 第二個實在是 這個挖的成本太高 而且災變的問題太多 所以政府就下令補貼礦工全部 所以已經有30年 那個地方已經有30年以上 沒有礦工了 你再跟我講說 保障什麼礦工的居民 因為很荒唐 早就轉捏了轉捏 補貼了補貼了 已經沒有任何礦工 你還跟我講礦工 難道礦工的兒子也是礦工 礦工的孫子也是礦工 這說不通的 我們台灣的法律是這樣子嗎 如果說農民的兒子 也可以參加農保嗎 不行 所以我覺得賴品儀是新潮流的 然後他派人去幫國安局 假裝去裝潢這個特勤的房子 不是說一條樓嗎 賴清德 新潮流 賴品儀 新潮流 他這個林炳太 新潮流 換句話是你們新潮流一流之家 生意自己包 限制性招標 就是包給賴品儀去做 就承認就好了 幹嘛 那你呢 你今天說要公益性多 好吧 公益性多 他是在什麼 在做斷點 他在做什麼 在做損害控管 不需要這個賴皮寮一直吵下去 賴皮寮這名字誰取的 就是邱毅跟毛嘉靜兩個人 去直播的時候取的 取賴皮寮 所以這個名字就要傳開來 當然對賴清德傷害很大 賴清德的民調一直上不去 就被卡住了 那你現在還不承認 還要調那麼多國安人員 國安人員該撤了吧 十幾個人 再幫你看一個空房子 什麼看一個 未來總統的誕生地是不是 那我們就讓你落選 那當然是藍白不合 就讓你有當選的機會 這今天氣是氣在這裡 回國頭來 你要不要承認說 你動用那麼多 這維安十個人 你問了他們兩個國防專家 要一年要花多少錢 還有旁邊那些花木的整理 我隨便算一算 一哥至少六萬塊起跳 你告了幾年 這是公家的錢是不是 還是你自己出的錢 不然你拿帳單給我們看 那裡面有沒有住人 你還把他後面網站拉上去 全部都是違建 違建就是要拆 你不要跟我講了什麼 法律不安全 怎麼台灣現在是多久了 現在想到違建的法律不安全 那你全黨要講說 我已經捐了公益信託 你根本沒有東西 沒有任何登記的所有權狀 你什麼信託 你信託這個空空的什麼使用錢 本來講說他是他的親戚的 也騙人的 你都沒有權狀可以登記什麼 叫做是誰的 根本沒有所有權可以證明 所以我也不想講了 你明明錯了 就拆了就沒事了 還玩這個遊戲 還有還被吐槽說 你跑到台南的天壇 去下跪祭天 你知道那個天壇是什麼 是中國人的 不是台灣人的 為什麼 那個時候是1662年 鄭成功跑到這個地點 這個地點被認為 俯成的最高點 鄭成功因為打敗了荷蘭人 然後跑去祭天 他的身分是什麼 是大名昭討大將軍國姓爺 他的官方身分是這樣子 所以他以藩王的身分是祭天 你今天也是藩王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你知道那祭天什麼意思 你不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嗎 我們來補充一下 就是說這個有一字扁 千算萬算不如天一化 意味著人算不如天算 在這個一的周圍 你還看到這個逆時針方向 寫的一些這個七字 七字詩回文 就是說世人枉費用心機 天理昭彰不可期 這些小字就勸喻世人 不要枉用心機 逆天而行 這是不是也在對某人講 那對賴清德講你枉費心機 你去逗蔡英文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你去逗那個南鐵東夷的居民 就太過分了一點 荒唐透頂 你不會幫他們想一想辦法 你會幫人家 你自己的為建的房子想辦法 人家是合法的房子 有土地收有權 有房屋收有權的 有繳稅 有繳費 有繳稅 你去把它拆掉了 毫無同情心 不過他賭一件事情 藍鐵東夷的時候人少對不對 他是欺負你 我是神 我欺負你們 這樣對嗎 你根本就是兩鄉對照 如果你今天沒有賴皮了這個事件的話 我看民進黨很多人還在看著神 今天兩鄉對照 你叫南鐵東夷 跟你自己的這個違建 還養錦鯉魚 為什麼養錦鯉魚 理由很簡單 風水 原來賴清德是這麼一個迷信風水的人 照到你身為一個醫生 是不迷信風水才對 我兒子象徵性拜一拜 但是你竟然迷信到這個地步 有時候你跑到長老教會去 我們以為你是基督徒 可是今天看起來你拜天壇 你又不像 基督徒可以去拜天壇嗎 好像怪怪的 這是道教 這是標準的 中國的傳統 用道教的形式來表現 你去跑到跪在正成功成跪的地方 那表示你是大明帝國的子民 是不是 你是標準的中國的子仙 不然你拜中國神幹什麼 基督教的上帝是要跑到那個什麼 教堂裡面去拜的 怎麼跑到天壇來拜 所以又迷信 又殘酷 又無情 然後對自己又很寬厚 還能夠公益信託 那個就是障眼法 他們的支持者就會講說 我們現在已經捐出去 捐你的頭 好 請教育方委員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問題 第一個 我講老實話 他是想要當總統 當總統的人 他有他的高度 還有他的決斷力 這整個事情9月就出來了 那一直拖 拖了這麼久 你都沒有辦法解決 這樣一件小事情 都沒有辦法解決 如果以後你如果當國家領袖 遇到軍國大事 尤其戰爭的事情 你這樣拖拖拉拉歌姓 怎麼做大事 那百姓會心安嗎 還有一個就是誠信的問題 誠實的問題 你之前講說我的房子已經是 已經交給親戚了 所有權的已經是親戚了 親戚是你兒子 兒子不算是親戚吧 然後你說隔壁隔壁是鄰居 就隔壁是你哥哥嘛 對不對 然後說我小時候我媽媽 為了交房屋稅交不出錢來 然後很傷腦筋 你從來都沒有交過房屋稅 這個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事情 為什麼要歹氣脫捧 還要扯出這麼多的 假的這個東西出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謂的公益信託 公益信託 其實首有權 還是在他的兒子身上 這個公益信託 不會說這個首有權 就在政府手上 還在你身上 你還是可以收回的 另外一個件事就是說 這個面積 那個說新北市政府 我看網上在講 新北市政府說去丈量 結果是228.8坪 那是指防射了 他講 那我要請教一件事 這個土地這怎麼來了 一個礦工的生活是這樣子嗎 是可以擁有200多坪的 這樣一個防射面積嗎 還有後面的庭園 修得這麼漂亮 那我請問你 鋪那個綠草如荫 鋪那個步道 鋪那個石頭石板 我請問這個是誰花的錢 是政府的錢嗎 還是私人的錢 然後還要再問一下 那個庭園 是不是也是防射的一部分 還是說那是公家的地 國有地 那如果是國有地 這就麻煩了 那你就是 你就是切用 占用國有地 所以這整個問題 其實是很多了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在庭園的維持的錢 這麼多年來誰在負責 誰付的錢 這個錢 顯然不是新北市政府嗎 也不會是當地的 那個鄉公所什麼 什麼村里之間的不可能 現在是改為區了 所以我不曉得那個 鋃什麼鋁 他們在付嗎 也不會 那誰在付這個錢 還有最主要是國安 你憑什麼有這麼多的水護在那邊 這麼多國安的人在保護你這個防射 我跟你講國安 我還有點了解 我在國安局還當過講座 因為他們那位訓練班 我當過講座 有國安人員保護 沒有錯 問題是你這個房子 現在的所有人是你的兒子 第一個 第二個 你住在這邊的時間很少吧 你來的時候誰付給人家 過來保護你 我認為是應該的 可是攔走鋁燒 就要撤掉才對 你現在鋁燒留在那邊就不對 房子的所有權不是你 他不是官邸 為什麼國安局可以派人在那邊鋁燒 在那邊保護這個房子 這個是有問題的嘛 所以這整個來講要追究完以後 你再捐出來當公益信託 公益信託的東西 你不如有蒙上黑影 不如黑目重重 不如有不好的民生 還有沒有解決的法律問題 還有人民的疑慮 你都沒有說清楚 你就捐出來 這個就不做公益了 這是某種程度是 不公布 是一個只是一個遮蓋的一個 遮瑕布 嚴格講講就變這個樣子 所以說一個謊要說更多的話 千千萬萬個謊來圓謊 我們來問一下楊老師 賴皮疙 其實現在Wikipedia 這個維基解密 應該要幫他定義 我來先幫他定義一下 什麼叫賴皮疙 四種建築 當然就是指賴清德的 所居住過的這個處所 第一個它是違章建築 很清楚 第二個幽靈建築 第三個維安建築 第四個傲慢建築 違章建築 這個從頭到尾都非常清楚 而且他是在做立法委員 民國92年的時候 蓋的違章建築 他當然沒有繳過稅 行北市政府講得很清楚 沒有使用執照 沒有建物執照 那你就是違章建築 而且你在做大官的時候 是跟蔡委員同一個時期的時候 蔡委員你那個時候有蓋違章建築嗎 我沒有那個本事 對不對 他居然在92年的時候 可以蓋一個違章建築 從1.5坪蓋到200坪 第二個幽靈建築 這就要講 他說他的供應信託 那新北市已經說 對不起 我沒辦法接受 因為你根本就是個違章建築 你沒有任何的執照 你哪來的信託 對不對 不要被騙了 委員說是 立法委員說是遮羞部 沒有錯 但是你根本做不到 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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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這個事情解決了 不要被騙 這是個幽靈建築 在法律上不存在 而且已經被列為要拆 第三個是維安建築 2020年開始到現在 都已經是有10個 最近增加到10個 而且說撤 他這兩天都說要撤 你為什麼要撤 你撤不就是違法 第四個 傲慢建築 權力傲慢 雙重標準 從剛才 我們那個就是 泰南那位被拆的建築 陳老師 陳老師就知道 這個建築 不過這個賴皮寮 違章 幽靈 違安 傲慢的權力 跟雙重建築 同時也是台灣 最厲害的綠建築 這個綠是別人拆不了的綠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